LPGA台灣賽邁入第四屆 今年不單是更換了主要的贊助商 還將比賽場地移到了林口美麗華高爾夫球場 全新的概念也要來打造 國內最盛大的女子高爾夫賽事 南韓世界球號普仁飛開心振臂 因為這是他首次在LPGA台灣賽奪冠 確保世界第一位置 而且今年全球前十位好手來了七名 能夠脫穎而出 普仁飛這座冠軍貨真價實 LPGA台灣賽邁入第四年 不僅更換冠名單位 連比賽場地也移到林口美麗華高爾夫球場 而且本屆台灣選手參賽人數達到20名 創下史上最多 給國內小將挑戰最強陣容的機會 加上門票價格優惠 讓民眾近距離感受 女子高爾夫球頂尖水準 一個活動就是可以讓全家人 就是好像來到一個大公園 這樣走走看看 然後更認識高爾夫球 今天真的雨下滿大的 每個人這樣撐傘 然後替我加油 打到一度 怎麼都沒有人拍手 因為忘記大家都拿雨傘 比賽有創舉 場地當然不能露氣 美麗華球場擺設人形雕塑 增添藝術氣息 像這一次我們有特別把選手跟觀眾的動線把它分開來 比如說我們這次在三個地方加裝了一些階梯 那是專門給選手用的 今年LPGA四天賽事 吸引將近三萬人觀賽 加上轉播 讓全球超過70個國家看見台灣 一場球賽效益驚人 當然我們現在簽約是三年 三年假如辦得好 激起我們所有台灣朋友的興趣 那麼不但要辦三年 應該再繼續辦下去 小白球轉動 夢想跟著啟動 LPGA台灣賽逐年成長 提升國內運動環境 也帶動台灣新聖誕 UDN TV 許家榮 楊育昕 新北市報導